今天村里的厕所开业,南村河北村的老大火速赶来,争夺所长之位,大家都想第一个上,都想吃口新鲜的。 眼看就要打起来,还好村长及时赶到,阻止了这场战争。 作为村长,我先来没毛病吧,可这时厕所里钻出了一条狗,这下把村长的头彩给抢没了,现在厕所脏了,谁来打扫呢? 大家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扫厕所这活不能干。 这时有人提议叫小帅来,小帅是村里的理发师,因为脾气好,常被村里人欺负,村民每次理发都不给他钱,遇到好心人也只是给他一些白粥当做报酬。 临走前还要帮人家把碗刷干净,即便这样,他从未有过怨言。 这天小帅听说村长要找他,他立马收拾好理发工具,可刚上车, 没办法,小帅只好和弟弟跟在车后面跑,很快他们来到现场, 小帅拿起剪刀就要给村长理发,可他没想到村长不是让他来理发的,而是让他来扫厕所,这也太欺负人了。 但小帅还是照做了,清理完厕所后,村长刚进去,南北村的老大又因为谁当厕所所长的事吵了起来,吵架不过瘾,那就直接开干,场面一度陷入混乱。 不一会儿,一位村民就发现了不对,撞开门一看,村长在厕所里晕倒了,大家赶紧把村长送往医院, 因为没有分出胜负,两帮人干脆把厕所拆了,这个所长谁也别想当,医院里村长正躺在病房上,镇上的开发商找到他,他们想在村里建工厂, 只要村长同意,立马给村里捐款5000万,可村长年事已高,不能再为村里办事。 他立即决定,在南北村两个老大之间,选举下一任村长,于是两个人开始疯狂拉票,南村游街宣传,北村上门给村民送钱。 没想到,两人一顿操作下来,选举的票数竟然持平,都是430票。 这时,两个老大同时想到,还有一个人没有投票,那就是小帅。 在印度,有一种人不能坐车,如果坐上车,就会被司机扇巴掌。 同时,司机还会问候他祖宗十八代,用词之粗笔,非常震撼人心,他们只能跟在车后面跑。 小帅是一名理发师,作为村里唯一公认的建民,他经常被人欺负,村民理发从不给他钱,遇到好心人也只是给一些白粥当作报酬。 给村民们刷碗,扫厕所,是他的副业,就连小孩子都欺负他,骂他是个大冤种。 即便如此,他还是满脸不在乎,直到这天,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村里正在选取村长,丧彪和强仔的选票刚好持平,而小帅的这一票,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 为了讨好小帅,南村的丧彪开来车子,以前做都不让他做,现在给小帅当梯子,就算踩坏车顶都不心疼。 这是要干啥?小帅一脸懵,他这才知道,原来自己手里有张选票,而这张选票,可以直接决定丧彪和强仔谁能当下一任村长。 但聪明的小帅,并不知道什么是村长,强仔也不废话,直接问他你想要什么。 幸福来得太突然,小帅竟无言以对,很快丧彪就给小帅送来一面镜子,强仔也不甘示弱,立马送来一把高级转椅。 两人问他把票投给谁,但小帅却表示, 丧彪说,没事,帅哥,您慢慢想,离选举还有一个月,瞬间,小帅从人人欺负的建民,变成了村里的重点保护对象,明表衣服应有尽有,每天还有各种美食伺候。 很快,小帅就掌握了财富密码,只要坚持不做决定,他就能一直享受这种待遇。 直到这天,他终于做出了决定。 内卷越来越严重,丧彪直接给小帅盖了一间新理发店,紧接着,强仔就给小帅送来一套高端的理发设备。 两人越是这样,小帅就越兴奋,软得不行就来硬的,双方开始抢人,没想到事情闹到了镇上,镇长得知后,给出了一个建议, 直接拍卖小帅的选票。当晚,丧彪就吩咐小弟,如果明天强仔拍到小帅的选票,那就直接当场杀掉小帅。 小帅做梦也没想到,有一天自己会被拍卖,丧彪立马出价100万,强仔出价150万。 他们买的并不是小帅的人,而是他手里的选票,两个人为了当上村长,可是下了血本。 这时,小帅的弟弟告诉他,双方无论是谁输掉,都会杀了你。 小帅一听,立马慌了,此时两名杀手已经就位,这下完了,BBQ了。 不一会儿,两个人竟然把价格拍到了1000万,最终强仔出到1200万,拿下选票。 丧彪的杀手准备动手,小帅的眼里充满绝望。 这时,弟弟突然冲出来,告诉大家村长死了,村民们立马慌了,赶紧跑到村长家查看情况,结果却发现村长压根就没死。 原来这一切都是弟弟为了救小帅想出的办法。 很快,强仔和丧彪找到小帅,给他一顿暴揍,弟弟也被打晕过去。 当晚,小帅发现弟弟一直昏迷不醒,再不去医院可能就会死掉。 他去求丧彪救弟弟一命,可现在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,幸好有几位好心的村民把弟弟送去了医院。 这一刻,小帅的心中满是悔恨,要不是因为自己贪婪,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。 他终于醒悟了,他要用这张选票为村民做一些贡献。 他找到强仔跟他说,只要把村里的厕所重建,票就会投给他。 可强仔微微一笑,又给他一顿暴揍,没有人再相信他,接着还把他关进了羊圈。 第二天,镇长找到强仔,把他一顿臭骂,让他赶紧放了小帅。 强仔表示,这个村长我不当了,不就是五千万投资吗?我不要了。 镇长说,开发商要投资三个亿。 这下,强仔傻眼了,他们赶紧跑回羊圈。 显然,小帅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 小帅再一次回到巅峰,但这一次他不再贪婪。 在小帅的领导下,村里的厕所开始重建,村民的家里也恢复了供水,学校也给翻新了一遍。 就连村里的土路也修成了油漆路,村里也有了公交车,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 选举的日子终于到来,小帅也投出了最重要的一票。 出来后,两个人都逼问他,把票投给了谁。 小帅没有说话,只是对他们做了一个手势。 随后,藏镖和强仔就派出杀手盯住小帅。 不管是谁落选,小帅是必死无疑。 选举现场,强仔听到丧彪的票数领先于他。 他立马拨通电话,让杀手准备干掉小帅。 杀手拿出刀,慢慢走向小帅。 可这时村长出现,杀手看见后,一时不敢轻举妄动。 他们赶紧向强仔汇报,强仔表示,村长在场也照杀不误。 随后,全村的人都前来保护小帅。 大家手里都拿着武器,杀手见状立马怂了。 小帅为村里做的事,大家都看在眼里,所以他们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 这时广播里开始宣布竞选的结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